来关心中秋节发生了这起人伦悲剧 由一名想要和前妻破镜重圆的谢姓男子 疑似因为复合无望 昨天居然趁着前妻上班之后 带着一对年幼的子女到她的住所 烧炭共赴黄泉 三个人送医不治 检警今天也相宴 要调查小朋友究竟有没有被下药 家属是痛哭失声 因为前妻质疑 为何这名男子会有他新家的钥匙呢 跟气氛当然的是怎么会牵连到无辜的小孩 突然间失去一个儿子和两名可爱的孙子孙女 老人家步伐走的沉痛 法医和见识人员一早也相宴小孩遗体 要调查孩童有没有被下药 谢谢男子的脸书都是带着孩子出游的照片 即使已经临婚 仍把甜蜜的全家福放在醒目位置 看得出来用情很深 根据了解家住基隆的33岁谢姓男子和王姓前妻 生下一对8岁的龙凤胎和一名小女儿 总共三个小孩 离婚后孩子全都归他抚养 他散布时就会在脸书上贴出小孩的近况和出游照 希望引起前妻注意 却都无效 再加上疑似因为要求复合遭到拒绝 一时想不开竟然就带着一双儿女 跑到前妻家中 少叹身亡 拿我家钥匙甚至都没有甚至都没有告知我 相隔一天王姓前妻的情绪还是非常激动 表示对方常以死相逼 他才不敢复合 不管如何大人世界的纷纷扰扰 都不该剥夺孩子的生命权 留下慢慢遗憾